其实套远有一个亚洲系统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真的以物联网为核心的主轴 来带动我们的既有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简单来讲有三个关键的技术 第一个就是感测资料融合 叫Sensor Future 这是第一个门槛 必须把所有的Sensor融合在一起 让每一个Sensor看到的东西是同一件事 那第二个关键叫做平行运算 同时利用CPU跟GPU的资源来做运算 那第三块就是这个车辆的控制 未来会把我们在巴士上面的一些成果 落落续续地复制到海外 我们从2019年7月开始 在我们青浦机场内测试自动驾驶巴士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很高兴 能够享受到一个方便舒适 还有安全的一个接驳服务 同时我们也邀请来访的国内外贵宾 搭乘这一辆台湾自知的无人驾驶巴士 都获得了非常高的肯定 相信这个自驾车跟捷运系统的一个融合 那它将会是台湾智慧型运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座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团队呢 它能够在我们的核心技术上有更好的突破 透过实际的产域的提供 我们在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 我们透过经费的补助来提供产业诱因 来投入这样的一个测试研发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自动驾驶车辆真的就能够走入大家的生活 青浦的自驾车运行计划 希望能够往前走 带领台湾的自驾车产业 这个能够更成熟 那桃园在推动自驾车的优势上 第一个是我们的产业 除了有三大主要的车厂在桃园之外 有非常多的汽车领主件的制造业者都在桃园 有电子制动机产业ICT产业 那所以包含未来自驾车要用到很多的包含电子领主件 有非常多的厂商都在制造生产跟研发 整体未来还需要很多这个产观学员持续的努力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来推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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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